何刚你当时在参加一次又一次的时候 你觉得会不会那八年就在为这一件事而努力 应该是 你会不会每年参加完就觉得不行 我两年以后再要回来 因为本身的艺术就没有完美 像我们比赛这种肯定是说实话 唱之前充满着信心也做了很多准备 当真的唱完之后就是满心的遗憾 就都是遗憾 你有唱错词的时候吗 有一次非常惨 准备了真的快一年吧 赵继萍老师给我写了一首歌 结果就是上期之后第一句就唱错词了 懵了 原本是觉得这首歌应该给我带起特别好的运气 而且应该唱得更好 因为准备的时间长嘛 上期之后第一句就唱错了 我当时想完了 就是等 就是因为你这一句话错了 就如果要非常严重的话 就等于你这两年的时间 你等于是白准备 你肯定是因为这个 今天那评委听出来了吗 肯定能听出 评委都拿着词呢 每个人都有歌 评委都对词是吧 他唱错词也算分了 所以他又对照 那评委说你了吗 当时倒没有人说 但是他的那种真情 可能很多评委没注意这个了 因为刘和刚每次清歌赛的时候最感人 我觉得他每一次可以让评委唱哭 我就记得那次张也哭的 稀里哗了在评委席上 就那种真情是真诚的 而且他不是因为会唱歌而产生的这种效果 是他这个人就是这么个人 我刚才想说正好这个话题岔开了 今天早上我还跟他在这聊天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说哥 您的鞋贵吧 我说是 他说你知道我现在穿多少钱的鞋 你猜猜 你猜使劲猜 我猜了半天 我跟他说你使劲猜 你我少了猜 他现在这么大的歌唱家 他还穿不到200的鞋 我觉得他这种粉色 你真的是这样 这条裤子几百块钱 你能信吗 470 460 但他对父母那么笑 对 对 你接到北京 我就觉得这点真的合格 我觉得你真的是合格 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在想 顿珠肯定在观察室里面 听到他讲爸爸这一段了吧 其实有 因为妈妈从小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唱歌是要自然地唱 但是一定是要眼前出现画面 你要再讲你唱的这个歌的故事 我就觉得就刚刚那个画面 大家仔细看 其实哥哥有哽咽的东西 有很多思念的东西 是真的是 眼前看到的是画面 可能很多歌手在台上紧张的那一刻 看到的几排都是评委老师的脸 但是可能哥哥在台上看到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爸爸会唱歌吗 是的 爸爸不会 那个时候的爸爸 那个时候妈妈刚参加金歌赛的时候 那个时候家里有那个录像机 然后所以我跟爸爸就是每天的工作呢 就是很认真的用录像带记录下 妈妈当评委的所有的瞬间 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 总是一完事就着急回家 其实我后来就上一次听完她故事 我才知道 原来她着急回家 是去照顾她的丈夫 对 对 对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